同修帮着新同修设佛台 新同修准备把佛台设大厅 然后那个但是两房间的那个床尾 对着那个佛台 然后所以并没有达成共识 新同修并怕家人不同意 新同修也没有开始念经学 没有开始念经设佛台 同修建议缘分还不成熟 等缘分成熟再设佛台 然后就把那个佛台那些东西 全部都拿走了 请问师父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不如理不如法 人家要设 你就给他设 你不可以这样的 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缺德 你要知道他家里如果菩萨供上了 他家一切气场都会改变的 对对对 开玩笑啊 这个同修太无知了 太愚痴了 你告诉他师父讲的 好的 你要叫他念赶快念四十九遍礼佛 五十九遍 五十九遍礼佛大串回文 好的感恩师父